哈喽 大家看完了理学院介绍的影片 大家有没有对于理学院有任何的疑问呢 那大家都欢迎透过你的社群平台直接留言 我们都会在稍后的QA环节跟大家解答哦 那我们今天理学院的部分也有邀请到了两位教授 还有两位在校的同学 那我来一一为大家做介绍 那么首先有邀请到化学系的徐晨志教授 大家好 我是徐晨志 然后有邀请到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成的谢一环教授 大家好 好 那我们有两位同学 一位是目前就读化学系硕士班的蔡明玄同学 嗨 大家好 然后还有目前就读心理学系硕士班的李星浩同学 嗨 大家好 那我们活动首先就邀请到化学系的徐教授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理学院还有您所属的学系吧 大家好 理学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科学 最基础的一个学门 包含大家可能在国中高中就学过的 自然科学领域 就包含物理 化学 地科 大气 这些通通都包含在里面 那以我是不是少讲了一个数学 那这几个科目我相信大家其实都不陌生 大家可能又可能学它学得有点痛苦 但是实际上它又蛮实用的 因为实际上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最基础最扎实的一个学能 那通常来讲理学院的学系我们强调的是去探索它的知识的本身 那藉由去从最自然科学里面最基础的一些现象 我们去了解它背后的原理之后 那进何让学生在毕业这四年之内 大家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最主要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知识之后 然后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产业 或者是各行各业里面不同的一个学能 那以化学系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大家可能也清楚的 我们化学系大概有分成四大主科 有机无机物化分析这四个大领域 那最近因为生物科技 生物科学还有生物医学相关的领域 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加强了 包含像生命 像Biochemistry 像生化相关的一些课程也非常多 那以化学系而且我们很鼓励学生 在进来之后在大三大四 就是最后的两年的时候呢 可以开始进入实验室 去了解去学习每一个实验室 每一个教授他们的专长的领域有何不同 我可以在这边讲就是以台大化学来讲 我们最对学生来讲最有价值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在进入实验室里面 实际参与到每一个实验室的专题研究 这是我们最鼓励的部分 那以化学系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毕业的学生有大概有超过一半 接近三分之二会选择继续读 研究所包含是硕士班或者是博士班 那大部分会留在化学领域 有小部分呢 我们就要转行往生物医学 往资讯工程 甚至往很多经济啊 财经管理下面 往这方面的应用都有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学会的最基本的 最扎实的那个部分之后 然后往外律延伸出去 基本上这是我们 以学院特别是化学系 相关的一些介绍 谢谢 好 那么谢谢教授的分享 那不知道谢教授 怎么会跟我分享一下您所属的学成呢 OK 好 那我现在所属的学成是 气候变前永续发展的国际学院学成 那其实简单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的前身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 其实在台大大西纪念 就读了16年 所以其实我对整个理学院生活 在这个16年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除了像一些基础科学 像化学 数学 物理以外呢 还有一些像地球科学 我们称为它叫做应用科学 所以像是大气 地理 地质 海鸭 那这几个我们称为叫做应用科学的细索 那在这些应用科学细索之外呢 那最近我们为了要面临到一些 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反应 以及社会上的一些议题 所以我们后来在这四年来 我们创了一个新的学程 叫做气候变前永续发展 国际学位学程 那我们就是想要针对说 这个跨领域的一个专门 想要解决地球上的问题 而特别创了这个化科技的学位学程 好 那么谢谢谢教授的分享 那不知道李星浩同学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像心理理系啊 心理所可能在学什么东西 是 大家好 就是心理系在理学里面 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系统 因为它同时有 刚刚两位老师所提到的一些 扎实的科学训练之外 那它还要必须要运用这些科学 到社会科学的领域的里头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算是 蛮综合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系统里面就有区分为 像是实验认知组 发展心理学组 以及生物心理学 以及工商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以及临床心理学 等各个不同的组别 那每一个组别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 以及研究的发展方向 那许多就是毕业生在 说是毕业之后 会选择公布博士班 或者是在台湾 很多不同的企业来去做工作 那像是比如说 现在蛮热门的是 人音设计这些 比较稍微有点跟工程有关系的工作内容 或者是人力资源 关于这些跟公司企业有关系的内容 都是许多心理系织业生 会选择的工作方向 所以我们在训练上面 除了科学的扎实的训练之外 也加上对于社会 以及人类生活 以及互动之中的一些应用的内容 好 那么谢谢同学的分享 那我们这边邀请到 还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 那他目前是就读化学系硕士班的 蔡明玄同学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他的分享 可以多跟我们聊聊说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来在台湾 那当初可能是为什么会选择台大 那来台湾以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适应上的状况 或是台大给你哪些资源 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我其实来台湾大概一年半左右 然后我自己觉得 当初会选择来台湾 是因为看到就是台湾 其实给予我很多 就是感觉很多资源 所以我就想说从马来西亚 可能我们算是还是在发展很多国家 所以想说来一个会发展的国家来看看 然后目前来讲 so far我得到的experience 我觉得还蛮多的 然后尤其是在研究上 我觉得以台大的资源来讲 我觉得我没有被束缚的感觉 感觉台大在给我自由去experience 我想要研究的一些东西 对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比方说马来西亚的学生来 比方说你来台湾这样一年多 那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吗 文化差异哦 我觉得比较多上是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 怎么说 就是至少以玩帐来讲 就有一个电子商店 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治安很好 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而且是像现在疫情这样子 我们还是 life is still as usual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台湾目前来讲 至少你生活平址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适应上 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都很好 其实至少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台湾人去跟上 他们都很遇到领寒心 所以如果大家来看大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那不知道两位教授 有没有觉得 针对理学院自己或自己的学习 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一些课程 或是一些学院有的一些资源 或是教室等等的 可以再给我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OK 那我其实我可以帮忙介绍一下 就是地球相关科系的一些资源 以及我们现在学会学成的一些资源 那其实在台大 我们觉得我们其实算是蛮幸福 也蛮幸运的 在我们地球科学相关系数 它其实在这个应用科学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钱 留下来的一些硬质设备 那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多 其实还有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 大型观测实验的一些经验 那这些经验 其实都会是变成是我们很重要的 在接下来下一步 要做一些新的研究的一些根本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就是建立在这个根本之下 在这五年前创的这个 五年前创的这个学和学成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再进一步把各个分 各个学科的隔阂 把他的隔阂稍微打破一些 所以才创到这个跨领域的学和学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气候变前 永续发展的学和学在台大 他的特色是我们其实建构在 我们地球相关科系系所的老师们 而创造出来 跟其他国外大学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国外他的其实蛮多 永续发展的一些系所 他们其实都是从文社会科学开始出发 那我们从理学院出发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在说 我们会比较清楚说科学面 在谈论气候变前 或者有聚发的他那些报告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的信心 那以及说我们就会很清楚 跟我们的后端的使用者讲说 到底有多少信心可以来讲这些事情 所以像我们这种系所 我们其实我们的必修科 就会非常非常强调学生要处理 处理问题以及讨论的这个部分 所以像我们就会大量的使用一些 像学校最近使用的 未来教室的一些器材 那我们也会开始 就是学校最近 导入一些智慧型的设备 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些的东西 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 让在学生的讨论之间 可以让每个人的意见 都可以同时整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们从地球科学相关系所所创造 然后延伸创造这个学会学生之后 我发现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那像这个学成 他读完以后 他的就业出路会有哪一些的选择 其实我现在目前 因为说法大概是有四到五届的 四届的很多的毕业生 大部分现在都是去所谓的过农之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回到刚刚理学的影片一样 我觉得其实在台大理学 你不用担心你的就业问题 因为我们受过从 像我们从以前小时候 数学系的维基分的训练 然后化学不化假的训练 然后一连串的训练上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理学 都会有足够能力出去应付各种问题 反而是我们的想象力 有没有办法导致说你想要去哪个地方 是 那不知道许昭到这边 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 因为台大理学院来讲 大概是全台湾 最早设立的一个理学院 那台大本身又是全台台台 大概是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理学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在于我们对于基础科学的一些旁 需要去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贵重的仪器 像一些基础尖端的一些仪器 通常全台湾第一个会买的仪器 大概第一个会买贵仪器的 大概都是以台大理学院为 所以我们的学生有非常多的机会 可以去操作这一些基础研究上面 非常需要的一些贵重仪器 而这些贵重仪器对未来大家在进行研究 或者甚至是就业来讲 都有非常大的保证 我举一个例子 讲了刚刚有提到就业的问题 台大理学院 特别像化学系的学生 物理系大概也都类似 我们毕业 大家都相同就是 毕业最好的出入 实际上以目前来讲 就是去所谓的台积电 台湾近几天 台积电这间做晶片的一间公司 那这间公司它的全世界的晶圆代工 已经占了50%以上的市场 那庞大有非常大的需求 也非常大的人力 那其中台大化学系的硕士 都是把大学部进去在那个公司的非常非常多 那它里面用到一些关键的一些仪器 关键的技术 包含说像电子显微镜 包含像是一些震度 或者是各种时刻的一些制作的一些仪器等等之类的 这个在我们在大学部阶段就有很多的机会会去接触到这些仪器 在那边都能够找到海上最不错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学院来讲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可能就是在于校友以及人脉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理学院又刚才讲 还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台大优势 从一开始创校就已经有了一个学院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校友 非常多的戏友 在社会上面各行各业 可能是某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或者甚至是已经是政府官员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这些建立起来的人际的网络 实际上对于后面进来的学生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以我们系馆来讲 我们系其实整栋楼有大概超过八成的钱 是来自于校友捐款 系友捐款 以及外来讲的台积电的捐款 实际上这是给我们的后面的学生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学习的学术上面的资源 还是教学上面的资源可以去利用 这是我们去强调我们的谢谢 好 谢谢教授的分享 那身为理学院的学生真的非常幸福 有非常多的机会 可以接触到非常贵重的仪器 还有取得非常多的资源 那我想问问同学说 你们就自己的学习啊 那你们有没有上过什么课程 感觉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可能我们不是相关学习 或是大学还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不知道对于理学院上 像心理系或是化学习课课程 大概是怎么样的样子 可能没有那个想象空间 所以想说同学能不能做一些分享 那我先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心理系学到一门课程 叫做实验设计 那这门课程其实听起来像是 还蛮模糊的 不知道他是学生 但是他其实是一门还蛮深入的统计的课程 那大家可能觉得心理系的学生 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在跟人做访谈 或者是一些误谈的训练等等 那其实在太大心理系的 因为在理学里头 我们其实受到蛮扎实的数学训练 那也因为这些实验设计 这场课程里面有很多 许多数学的计算的这些公式 以及我们的一些应用 我们才能够在后续的实验 有一些发展 并且通过一些理论的基础 以及数学的运算得到一些合理的证 所以我觉得台大心理系 在数理方面的这个训练 是非常扎实的 其实可以跟国外互相比较一些 我甚至觉得台大心理系的数学训练 真的是很厉害的地方这样的 对 至于我的部分 因为我是做班生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讲关于大学的 因为做班生需要说的课 其实相对来讲不少 所以我比较多属于是 比较常在做研究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 在台大做研究 是一个很有 你可以发挥你想象的地方 只要你有一个想法 然后你想要去做的话 你有办法找到这些资源 我觉得其实都有办法实现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是给你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去export你想要export的东西 好 那现在就先谢谢赵叔 还有同学的分享 那么紧接着就要进入到QA的环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学有哪一些的疑问 那我们先看到 有同学问说台大理学院跟国外其他学校理学院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至少以马来西亚来讲 当然你要比资源 当然是台大会比较多 但你如果要比像国外美国 我觉得台大 We are competing with全世界 我觉得它就是目前来讲 特色的特色 我们非常强调实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每个从大一开始就有补物 补化实验 大二有有机分析 然后大三物化等等这些实验 所以实际上实验的占比非常重 因为我也是台大化学系的出来的 以前我的整个周末基本上都泡在我的电脑前面去完成我的实验的报告 所以我必须说实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很多时候你花的时间甚至会超过你在课堂上教授讲课的那个lecture的时间 那这是我们希望强调的 因为我们化学系它毕竟是一个手动的一个就是以一个所谓的实验性质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单位 所以很希望说让大家在这里面去真的去接受到接触到这一些各种的仪器操作啊 各种的化学实验的技巧 这也是未来我们所有毕业生出去外面之后发现自己 以及其他学习其他科系的毕业生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会害怕 我们对于自己动手做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你去看很多外面在做大公司在聘人的时候 他知道你是化学系的 他对于你做的研究对你进行的操作就非常的放心 这是我们强调的部分 那大部分是用英文或中文的这个因为我们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大部分的学生因为还是以本地生为主 所以主要的还是以中文 但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我们系上一直在加 增加这个外籍老师的比例我们也尽量去拉高课堂上使用英文的比例 所以目前来讲课堂上有一些老师已经开始用 又可以用全英文去讲了 但是因为为了要让大部分的学生因为是本地生跟外籍生一起来求课 所以可能主要还是会以中文为主 但是如果说要有任何问题需要英文的话 这个部分其实直接跟老师或者跟助教去谈论 我相信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的教科书完全是用英文 所以反正其实上是本地生要很辛苦的去看原文书 这件事情像我刚进大议的时候 非常痛苦因为念了一年的英文书 才后来慢慢去抓到卷下 英文能力才能不能增加 所以实际上对外籍生来讲 还大的话我们应该尽量去塑造一个 不能说全英语 但是至少是一个相当程度会使用英文能力的一个概念 主要是这样子 那接着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相关就是 如果就目前现在的这个现况 那如果有一些同学现在想要来念的话 那中文程度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更补上理学院的一些课程 像我其实来台湾一年半 如果你刚见到我刚来的时候 我跟中文讲会相效起来 我是觉得如果你中文不好 你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像老师讲的 你只要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问主角 或者你身边的同学 基本上他们都会很努力的想要帮助你 就是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假设你真的觉得有点跟不上 我觉得只要你有跟你身边的人找帮助 应该都没有很难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理学院 其实有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同学如果遇到问题 记得都要记得主动去寻求协助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个问题 是问说理学院的学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实习机会 还有企业政府机关就有什么特别的connection吗 那这部分照 这边好 那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是 理学院开始跟外面有签一些实习的一些合约 那像其实我们现在理学院已经有跟国泰金控有签一个实习的合约 那其实我们就希望说像一些对于世界上 或是现在社会上有一些问题的 他可以获得实习去知道说 像外面需要什么样的问题 同时也把现在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给理学院 让我们可以从更学术的背景去思考说 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 那其实我们未来陆陆续续还会想办法 签更多更多的一些实习的单位 或是所做的单位 那其实像我们在尤其是我们是学位学成 国际学位学成 我们其实在不仅我们收购都是全英文之外 我们其实在跟国外的连结上 我们其实都会有跟国外有签一些合作的条约 甚至我们有一些教材是从国外购买进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在说 其实在理学院已经开始在推动说 我们跟国外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国际的合作 未来应该说 据我所知 目前已经开始有双联学位 跟国外大学双联学位的一些一些合作部分 那理学院本身也有非常非常 跟国外大学交换的一些经验 还有机会 所以应该说这个问题可能也有刚刚有回答到 就是理学院有没有跟国外大学合作 那研究上有没有其他机会还有跟国外大学交流吗 就举我们学生来 我就举我们的经验来讲 我们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加入一个叫做MVP的一个联盟 那所以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就接待了一个来自于爱尔兰圣山医大学的研究生 来这边做短期研究 那他本身是奈及利亚裔的 那同时我们其实也会就是透过本地生 带着他去平民做田野调查 所以我们也会说那他可以有一些交流活动 去年其实我们原本要跟荷兰的荷兰大学 有一个实作课的一个交流 那可惜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要不然其实都会有一些国外的 开始跟我们接下说 跟你学院接下说有没有一些实习的经费 那我以前在大学步的时候 在大学研究所在大学研究所 其实地球科学相关系所 也都有蛮多国外的观测的一些实习机会 或者是说就是还是一种打工 像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实验室 同仁们他们其实就是熟悉港去观导 上一些国外的国外特长 他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在台大理学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问关于 乔生国际学生有没有机会 跟本地学生争取竞争奖学金 或是外籍学生有没有专属的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的部分 其实我们国际处也有针对 国际学生新生也有针对 还有像在校生其实都有提供奖学金 那这些资讯其实都可以 在我们国际处的网站可以找得到 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是 台大是有提供给外籍生 专属的奖学金的 那这些资讯就可以 请大家到国际处的网站 那我们这边也上一下 理学院承办人的一个联络资讯 因为其实理学院的 涵盖范文真的非常大 所以每一个学院 如果大家对哪一个学系有疑问的话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一个联络方式 去跟学院的学系的承办窗口 去做联系哦 那我们今天学院的活动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教授还有同学 谢谢大家